汤明斯PT油泵测试台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外部构造 首先把PT油泵安装在试验台上 拿出PT油泵L板与PT油泵连轴器 与连轴器固定在线台导轨上 用22号扳手拧紧固定模丝 中文字幕提供 上紧试验台连轴器与PT连轴器之间的连接螺丝 L板与连轴器固定号之后 开始安装油泵 首先安装油泵与连轴器之间的垫片 轻微旋转油泵 使油泵与连轴器合层 安装拧紧油泵与L板的连接螺丝 中文字幕提供 下一步开始操作连接PT油泵测试台 与油泵之间的油管与线束 首先把PT油泵测试台通电 中强亚明试验台上自带电源 可以将PT测试台的电源连接在中强亚明测试台上 接下来连接油泵的油管 拿出进油管 将进油管安装在PT油泵测试台上的送油接口上 中文字幕提供 将进油油管的另一端 真空管接口 插在PT测试台真空孔位置 将进油油管连接油泵的一端 连接在油泵的进油孔上 用27号扳手 拧紧进油管 拿出回油管 拿出回油管 将连接PT油泵试验台的一端接在试验台的回油孔上 另一端连接在油泵的回油孔上 用17号扳手 用17号扳手拧紧 将进油泵的柴油出油孔上 另一端连接在试验台的出油孔上 将柴油出油压力管的一头 连接在测试台的出油压力接口上 PT油泵与测试台的油管部分安装完成 接下来安装限速 测试台上有两个电源电压接口 注意观察两个接口 一个是二针的 一个是四针的 拿出大碗瑜加线数 观察线数上的接口 安装在相应的电源电压接口上 按压测试台电源键 把测试台开机 打开两个电源电压 其中一个是14V电源 一个是24V电源 将14V电源连接在油泵的调速器上 把24V电源连接在油泵的燃油切断器上 注意如果两个夹子搭铁 电源电压会自动跳涨 需要先关闭电源之后恢复 PT油泵的专家已完成 开始进行测试 首先逆时针旋转到底 完全打开 完全打开进油阀 完全打开进油阀 顺时针旋转关闭两孔阀 顺时针旋转关闭代速阀 逆时针旋转关闭代速阀 逆时针旋转到底 完全打开主流量阀 打开中墙亚名测试台 进入主系统 点击拓展功能 选择PT油泵 输入准备测试的油泵零件后 点击继续 在测试之前 要仔细阅读燃油泵性能规范 查看主要测试点 本次测试的油泵 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500转时 压力调整到1.14兆帕 或者是162Sight 测试的标准量为每小时419升 开始测试 首先将转速缓慢增加到300转 先把油泵预热 再缓慢加速 观察油泵和测试台之间的油管 有没有漏油现象 接着把转速缓慢增加到1500转 顺时针旋转主流量阀 调整压力 把压力调整到1.14兆帕 或162Sight 同时主流量剂随着压力的调整也在缓慢增加 当主流量剂的油量幅稳定时读出油量 标准油量为每小时419升 在读油量时注意观察 主油量表中有两个油量幅 在流量幅上升过程中 大幅在下小幅向上移动 当小幅向上移动超过左侧数值600时 大幅向上移动 读树时大幅位于底部 小幅的上平面为超过左侧数值的600 此时的数值为小幅上平面水平的左侧数值 若小幅上平面超过左侧数值的600 大幅会上升 此时的数值为大幅的上平面水平的右侧数值 本次测试数值为每小时780升 标准数值为每小时419升 所以本次测试的数值不合格